所有事情都很明朗地發生 到昨天才知道 很肯定會踢 球員昨天才知道哪些人能不能出 你們都可以這樣哭 我們都是人的 我們都要適應 希望我們盡快適應 我想哪對盡快適應是關鍵 其實上次開會已經有個結論 大家都認同了如果再有一個疫情 導致不可以繼續進行 是用即時的聯賽牌來計算 即時 何時連日何時計分 我覺得都沒有口費 也不用再開會又談 再談都沒有意思 好像已經有個方案到 大家都認同了 感覺差對影響當然有影響 希望沒那麼大風 其實大風踢球是很辛苦的 但還是那一句 基本上比賽是兩隊 兩隊都是同一個比賽時間 地點 希望看到現在也很太陽 可能也是很太陽 其實實際上 我想影響會有 不過就不是很大 因為第一 我們都是做昨天才知道 其實在部署過程裡 都不會很預備 球員去準備 第一 第二 其實我們說 我們新簽了四個球員 現在我們有一半 有一半可以踢到 當然你說 出了當然好 但對我們的影響 我覺得不算很大 受傷我就不太擔心 反而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的準備的確不足夠 但是在這個特殊情況下 其實每一隊球都是這樣 我們做球員都要克服這件事 反而我覺得在 怎樣幫助自己的身體恢復 或者保持一個身體 在一個良好的狀況 我覺得比較重要 所以自己都會特別去注重一些 在恢復方面 例如拉多些筋 或者做多些放鬆的肌肉的練習 都我覺得是有幫助 因為始終接下來 我們都很頻密的賽程 可能三至四天就一場比賽 恢復是比吹谷的狀態 我覺得 第一場球隊的結智 我覺得是一場普通比賽 我每一次比賽 我不會去看對手的實力是怎樣 或者是否縮敵等等 每一場球我們都要認真去對待 無論對手的實力如何 我們都是非常認真 或者是很集中地應戰 這樣才是尊重對手 和尊重自己 尤其是職業足球 我們每一刻都不能放鬆 對哪一隊都要好好去準備 這樣的情況 當然就不是太過好 始終連續兩場的決賽 兩場決賽之前好賽 就有兩場聯賽叫做給我們 去盡快取得一個比賽的狀態 始終 很密集式之下要完成六場比賽 其實我覺得是 就是看看如何盡快取得一個比賽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 就是適應到先的那隊會比較有利 那服賽目標當然希望贏了所有比賽 我們有兩個有冠賽決賽 其實如果我們全勝的話 我們還是有機會 希望真的可以贏了所有比賽 就是獲得冠軍 這件事是 是福賽自己希望做到的事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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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